现在交一下定金啊 明天过来过户是吧 谢谢 大家好 我是猪卫飞 看了好几天的蛋白小货车了 一直都没有挑到合适的 今天跟网行又看了一个 一万七千块钱 今天无论怎么着 给他拿下 已经不想再折腾了 挑来挑去 眼睛都挑花了 心也累 感觉啊 事情一直不能往前推进一步 考虚扬的事业一直停滞不前 今天在市中区最大的一个二手车交易市场 武林荣光 14年的车 十三万公里 报价一万七 总体外观看着呢 还行 待会试驾一下 轮胎看着还蛮新的 备胎没有了 他这个保险啊 还有省车啊 到今年年底 等于说 买的这个车啊 也没有保险啊 估计到时候还要修一修什么东西的 带空调的 不知道这个方向盘带不带助力的 整体内饰看着还行 内饰也挺漂亮的 三斤这车怎么样 不然这车还行 给他看看价 这个便宜一点 先试一下 试一下 试一下这个车 好不好看 对 找点毛病给他讲讲价 估计也能讲个 一两千 哎 估计能讲个一两千 说是吧 看这几天车了 这个车看着还挺像样的 这50呢 我就感觉就是 挺让人 放心的 质量这一块 这还挺坚实的 我感觉挺坚实的 好 你看没走起来 走起来很轻 这没助力啊 走起来很轻 你连你打着不动车 可以 这个抖动没那么大 它排量大 排量在这儿放上来 排量大 费油吗 不费油 排量大 这种车 你记得它费油 1.5的能做费油吗 这是跟老板磨了两个小时 13000 重焦 这个价格 在我的 叫 预期之内 还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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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那有点小毛病 嗯 到时候肯定还是要修一下的 现在交一下定金呀 明天过来过户是吧 对 你我跟你说 你这样你明天 你把那个生命状 正反面你回去先发给我 明天一早先给你验车 行啊 行吗 好 那我们在这个那个电话上再沟通吗 好嘞 好嘞 要签个合同 对 拿下定金已经交了 明天早晨过来过户 过户费的话 320块钱 我说 因为价格已经看得是极其极其的低了 你想买那80009000的那不限时 而且还是50呢 50相对来说还比较保值的 质量这一块也还行 这不是自我安慰啊 这是大众的一个 评价 这是老板说啊 就离合片 到时候得换 然后我自己因为要在外面 跑的话 还得买一个备胎 万一车坏在路边了 没有备胎也不行 还有 保险快到期了 保险交响险的话得1000多 还有 别的我就暂时不知道 到时候反正户完户弄好了之后 找一个修车店 总体的检修一下 估计还得花个两三千块钱 如果两三千块钱加至13000的话 也就等于说是 16000左右 这16000买这辆车 兄弟们觉得合适不合适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下期视频见 拜拜